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毛骨悚然撞鬼惊之,墓在哪里》 故事发生在鱼蓝盆节这天,男主老胡带着一家人去扫墓 既阻碍一家人正在擦拭坟墓的时候,老胡看见110女子从树林里穿过 可能是幻觉吧,老胡也没有多想,扫完墓刚进家门,老胡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一回头门前竟然倒映出一个女人的影子,老胡赶紧打开门却发现外面什么也没有 吃饭时,老胡的父亲许维尔媳妇刚才不是穿的白衣服吗,怎么突然换成了黑衣服 老胡的女儿听后就接话道,妈妈一直穿的都是这身黑衣服呀 从这开始,老爷子变得不对劲了,老爷子赶紧把老胡叫进房间,脸称自己命不久矣 要赶紧把家业传给老胡,原来老胡的家族一直有一个传说 只要家主看到一个神秘的白衣女子并将这件事告诉别人,那么家主就离死不远了 老胡似信非信也并没有把自己今天也看到白衣女人的事情说出来 接手家业后,老胡虽然每天都很忙,但他的内心始终都因为那个传说而感到不安 这天他本想上网求证传说的真实性,不过想了想又觉得太幼稚,刚准备放弃 他又听到了当天那个女人的声音,眼睛一瞟,门外又有了一个神秘女人的身影 就在老胡壮着胆子要去查看时,小女儿突然打开了客厅的灯,阻止了老胡的脚步,女人的影子也随之消失了 不久后,老胡的家族开发土地,意外在先祖的坟墓旁挖出来一套古代白色新娘服 老胡一看,这不就是当天那个白衣女人穿的衣服吗 因为赶到邪门,老胡就把这套衣服寄存在了寺庙 从此好长一段时间,白衣女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老胡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于是就很轻松的和父亲说了自己也见过白衣女子的事情 父亲一听,脸色立马大变,一周后父亲去世了,老胡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难道传说是真的吗 就在当晚,白衣女子再次出现在老胡面前 女子站在门外不断的追问,我的木在哪里 老胡恳求女子放过自己,女子也仿佛听懂一般渐渐消失了 可再等老胡一回头,女子已经站在了房里 一年过去又到了鱼兰盆节 很明显,老胡这一年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 扫墓的时候,老胡又在想着那个传说中的事情 为什么一年了自己还是没有死 恍惚间,老胡好像又看到了白衣女子 更让老胡惊讶的是,本应该在扫墓的女儿好像也看见了那个白衣女子 老胡看着一动不动的女儿心里开始莫名的心慌 自己会不会像一年前的父亲那样突然离世 而女儿今后会不会再受到这个传说的困扰 至于那个白衣女人为什么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呢 估计是老胡的先祖曾经做过什么对不起白衣女子的事 所以白衣女子在报复家族每一代的家主 这个故事也很明显